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民6遊戲教學 這一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將 快速移動 快速戰鬥 啟動 啟用 如果你沒有啟用快速移動 那 這個移動的速度就非常的慢 如果你一個畫面上有50個單位 那你的遊戲時間會變得很長 啟動 這個是遊戲動畫 那個戰鬥洞那個畫面 如果你一個畫面有50個單位的話 那遊戲的時間會非常的難 那這個要怎麼關閉呢 看一下鍵盤 左上角的 A7 選項 遊戲這一個 滑鼠左鍵點一下 最開頭的兩個 快速戰鬥 快速移動 快速移動 啟用 啟用 將這兩個東西 把它弄成啟用這樣 確認 OK之後點擊一下確認 點擊 點擊 返回 點擊 返回 來看一下效果 那移動的話就 沒有那個 移動的動畫 速度就很快 好 更加 我們說這一隻 可能藤教授 移動到這邊 一下子就離開了 沒有那個動畫 那戰鬥也一樣 沒有動畫 一下子就離開了 非常的節省時間 一般是這些的戰鬥動畫你看一看 看過幾次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將這裡的功能把它啟動 這樣可以大幅的節省遊戲的時間 就沒有動畫 那速度就非常的快 那這邊就是建議大家 快速移動 快速戰鬥要啟動 要不然你那個畫面 超過50個單位 那你的延續時間就會非常的緊張 那就是要將這點的功能 然後啟動 這邊建議大家在網頁06的時候 將快速戰鬥 快速移動 然後啟動 這樣子的話 玩遊戲 的時間會比較快一點 可以省下 蠻多的遊戲時間 這樣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教學